与肩同宽,手插腰,同手同脚,脚在哪一个?脚在前面,就是同手同脚,九十度的甩手, 手心向上,垂直了以后,往外,化成一个大圆圈,这样的话,可以将身体的经络打通,刚开始是慢慢的甩, 甩手了以后,速度要加快,女孩子,如果来甩手的话,可以将胸腺打通,可以将淋巴打通, 预防,乳癌,子宫卵巢出问题,这样的甩手,会打通六条的经络,甚至能够打通全身的经络, 对脚下的六条经络,甘皮肾,胆筋,膀胱筋,胃筋,都能够拉开, 因为十二经络就是昆弦色,这些经络打通,身体主缘的健康, 这样的话,可以认二指神功,这样练习的话,两个手指头,以后会很有力气,很有力道, 这样的甩手方式,也是在认气功啦,那这样的甩手,甩久了以后,整个经络都会打通, 现在在用另外一只手,同手同脚,照这样的方式,就这样,继续,这样,一直甩,同手同脚,哪一脚在前面,就是甩哪一脚,